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火雀之光無限正式開服了 因為OB的系統看起來跟封測並無太大差異 所以還是一樣從開荒流派推薦開始做起 怕新手不了解還是解釋一下 所謂開荒階段 就是遊戲開局一直到第五章主線結束 最後進入到異界階段開始刷裝為止 稱之為開荒階段 開荒階段以人快速通關為主 本次來介紹 油家時空換降特性電球流開荒介紹 雖然都是電球流 但內容跟封測有點不同 接下來內容 會把技能天賦特性與契約點法全部公開 大家可以照著操 或依照個人使用習慣微調 所謂沒有度過前期 哪來後期 希望這個影片能幫助各位朋友 比較舒服的度過前期囉 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先來談技能 這流派的核心攻擊技能為超載烈球 該技能 油家本身15級才能買 若想要提早使用 可以開一隻聖槍 7級時就可以買到放入倉庫 油家4級時就可以裝超載烈球 就可以提早開始這個流派 武器部分 如果油家不是第一隻開荒角 可以看看之前有沒有打到春日復甦 有兩把的話開荒會順利很多 交易所買也不貴 只要一個出火零殺就買得到 建議的輔助技能為 法術集中 潔能施法 附加閃電傷害 疾風投射 技能第二招建議帶復合藥劑 若有春日復甦這招可能就用不上 若沒有就需要帶這招了 技能第三招建議帶暗影衝刺 這招好處是可以施放兩次 用閃現有個壞處 閃現過去但分身還在後面 吃不到特性的扭曲時空 速度就變慢了 但這招可以位移兩次 因為跟分身距離拉開了 分身就會瞬移到旁邊 就不會有分身沒跟上的物體了 技能第四招建議帶魔力沸騰 很方便的技能 開場用一次 只要魔力不要歸零 效果就不會消失 全場就都有加法傷 不用擔心時間到了問題 技能第五招建議帶感電 增加閃電傷害的效果 再來是被動部分 第一招建議帶雷霆加持 主要增加閃電傷害 第二招建議帶召喚雷霆之力 這招會召喚一個召喚物 召喚物會主動幫忙打怪 還會增加油加的攻擊速度 第三招建議帶急速 增加油加的移動速度 再來是天賦 這個流派的核心是閃電傷害 所以主要以加傷害法傷電傷為主 加攻速暴擊值其次 我因為有武器可以回魔就沒點回魔 若缺魔的時候請改點回魔相關 接下來會主點介紹各的天賦點 天賦第一個面板選擇狩獵之神 0這牌點加傷害 與閃電傷害 並一路點到3 3這牌點加攻速 並一路點到6 9這牌點加敏捷 並一路點到12 15這牌點加閃電傷害 並一路點到18 大天目點10點選擇麻痺 20點選擇四四無常 第二個面板選擇刀鋒行者 0這牌點加閃電傷害 並一路點到3 3這牌點加暴擊值 並一路點到6 6這牌點加傷害 並一路點到9 9這牌點加觸電機率 並一路點到12 加閃電傷害 點3點 18這牌點加敏捷 並一路點到21 攻擊附加閃電傷害 點3點 大天目點部分 18點選擇月牽 第三個面板選擇德魯伊 0這牌點加傷害 並一路點到3 3這牌點加法術傷害 並一路點到6 1有這牌點加暴擊值 並一路點到9 12這牌點加投射物速度 並一路點到15 加施法速度 3點 大天目點部分 18點選擇栽培 天賦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英雄特性部分 15跟50不能選就不談了 32之級部分選擇立場效應 雖然我這邊等級還沒到 但是還是先談一下 又12級部分選擇神秘聯繫 英雄特性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7月部分 因為氣菱要抽 每個人又未必會抽到一樣的 所以我在測試 偷忘的時候就沒裝氣菱 這邊示範是不裝氣菱的範例 首先是生存 這邊可能會出現分析 所以要先說明一下 因為我武器可以回魔 所以沒點回魔速度 如果魔力回復不夠 3個魔力回復速度就要點滿 魔力恢復不夠的時候一定優先點這個 進攻部分全點 最後才是點收集 7月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以上就是油加時空幻象特性 電球流相關技能跟配點 大家可以照著操 或依照個人使用習慣為條 接下來是實際刷圖示範 會提出一些實際使用上要注意的點 實際示範完還有使用心得結論 要記得看完哦 此外 多以上的技能跟配點 假如有更好配法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哦 接下來就是打圖示範 一開始幾個小技巧教大家 在回魔衝不足的時候 一開始就先放魔力飛粉 這樣就可以一路打到過關不用再施放 除非中途死亡 接下來最重要一個技巧 就是等級15開啟第一個特性之後 可以召喚出分身 分身會帶扭西時空可以加攻速跟跑速 開啟先不要急的打怪 先在猶定丟技能把能量擠滿 並叫出分身 這樣就不用一邊打怪還一邊看能量是否滿 就比較不會手忙腳亂了 而且這樣開場就能打出最高輸出 增加效率 變球距離還算遠 看到怪就可以開始丟 分身會自打自的不跟上還是沒解 因為電球有範圍會彈掉 打怪就丟怪中間就好了 黑草的打法也跟其他角色一樣 電球有AOE效果 易用仔倒把怪狙起 效率還是最高 也是沒多久就把速波黑草解決了 若是BOSS像是這種有護盾的 因為電球也是投生物會被盾擋 要跟聖槍一樣閃到怪的後面打 不然輸出會被盾吃掉 打的時候再抓時間放桿墊 這樣一輪就結束啦 最後談下尤家時空幻象特性的小姐 我通常會拿尤家跟聖槍相比 因為兩個都算是遠程角色 玩法比較接近 跳跳虎跟召喚就差比較遠 難以比較 相比於聖槍 操起來的野球雖然有削弱 但比金石流好得多 可是一樣打到一屆時 攻擊就開始無力了 前期拓荒還是建議用跳跳虎還是召喚 會相對輕鬆許多 尤家還是等有裝備再來開放會比較好 尤家時空幻象特性電球流就介紹到這 希望能幫助各位朋友通過新手期 如果有什麼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方提問 我會努力回覆大家的發問 並再次提醒大家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旁邊 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並歡迎大家來我的遊戲時光聊聊 每天晚上見Tuber開播 等你來哦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